接下来要做的提醒 我们前面跟各位说 题目要给各位资料的方法 可以直接文字叙数 可以给表格 可以给图形 这个题目也是给图形 但是它给的是两个图 一个是加热水 一个是加热油 或者是某一个未知的液体 然后给了这样的 这样等于给了资料之后 从这边你可能要算油的时候 需要用到水 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那这种题目不见得都要计算 有些只是问一些观念的问题 比如说谁的比那大 谁的比那小 或者这个时间之内 谁吸得多谁吸得少 好 现在有相同的热源 加热油跟水 等到关系图长这样 那请问你下列迅速何者正确 我们的猪选项是要算的 其他三个选项是不用算的 那考试的时候就先看这三个 有没有正确答案 有的话就不需要去算猪了 好 来 第一个是我们是相同的热源 所以在相同的时间 会给相同的热量 所以它们的吸热会一样多 所以选项A是错的 然后呢我们发现水的温上升比较慢 那是因为它比热比较大 要上升同样多的温度 需要吸个比较热 但是呢如果基本上 你经过了一样的时间 那你的吸热就会相同的 吸热会相同的 所以选项B呢也是错的 然后B是错的 然后呢上升一样的温度 从图形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油经过的时间少 水经过的时间多 所以油的吸热比较少 因为相同时间会给相同的热量 所以选项C也是错的 那只有选项 那就知道选项猪是对的 但是要算一下 要去算一下 同样加热四分钟 油跟水 它的吸收的热量是一样 可是呢油上升到70度 水上升到50度 然后我们就带进去 Fs加多D 它没有告诉我M 质量一样的吧 假设为M 然后乘以油的比热温度变化 温度变化 开始温度30度 所以就70.30跟50.30 然后就算出来 比热就是0.5没有错 这边我需要知道油的吸热的时候 我用到了水 因为屏幕上并没有给我 它的吸热有多少 我要用一水去算 因为水的比热之道 所以我就很容易可以求出来 所以我们就知道猪是对的 猪是对的 这就是我们的立体淋巴 OK 不见得都要算 那么下一个 一样我们去用同一个热源加热水跟干沙 结果如右图所示 假设热量都是被水跟干沙吸收 没有散掉 那请问你谁推的是对的 好 这边基本上的 基本上这个东西都不用算 基本上这玩意都不用算 这是观念看一看就好 那个选项B好像要算 只是比一比就知道了 看图就知道 看图就知道 OK 来那个第二盘帅哥呢 你的答案 这不用算啊 看观念就好了 起立 你的答案多少 起工厂 这观念就好了啊 不用算 A请坐下 他是同一个热源啊 同一个热源 你看到那个 干沙的温度上升比较快啊 所以容易变化啊 所以比热比较小啊 所以A不错的啊 然后同样加热8分钟 干沙的末温45 水的末温是 那个20 那初温是20 上升25度嘛 所以选项B是错的 然后B是错的 然后同一个热源加热 然后同一个热源加热 经过相同的时间 给相同的热量都被吸收了 所以吸热都一样嘛 所以是也是错的 那有图可以知道 我们加热8分钟 干沙跑到45度 水跑到25度 所以干沙的温度上升比较多啊 所以选项猪是对的 所以答案就选猪啊 这不用算啊 来 这一题 也是一样 给了水跟某一体的加热 上面有很多的隔止点 确定点 如果需要计算就要找隔止点 比如说4分钟 水对过去25 然后呢 一对30 那确定点可以用 其他的 那个卡在中间都不能用 然后呢 利用这样做实验 请问你谁是对的 这个选项里面 8分钟看图就知道了 吸热几卡 根据他跟吸热几卡 你要怎么处理 然后比热要算一算 然后要到40度 16分钟比就知道了 那这一个是答案是哪一个呢 这个答案是哪一个呢 哪一个才是对的呢 哪一个才是对的 加热半分钟 然后液体会多少 那8分钟的吸热 不知道怎么办 可以用水 可以用水 因为同样时间吸热相同的 你那个算液体 液体比热还没有求之前 液体比热没有求出来之前 你没有办法直接去算液体吸热 可是8分钟的水的吸热 就是液体吸热 所以你可以算水的吸热 就知道它吸热多少 它吸热多少 OK 那请问你 答案是哪一个 答案是哪一个呢 答案是哪一个呢 那个 那个 你有答案吗 你没有答案 就直接回答我 你算了 你选猪 8分钟液体的温度 会升到40度 初温20度 所以上升20度 所以选项A是错的 然后8分钟的吸热 液体吸热跟水的吸热一样 我还没有算出液体比热 所以我不知道 但是我可以算水的 因为水的比热知道 然后质量是到温度一样的 我就会求 所以我去算水的质量成 水的比热成水的温度变化 30-20 200卡 所以表示水吸热200卡 那么E也吸热200卡 所以选项B是错的 然后呢 选项C等一下问你 它的比热多少等一下问你 我等一下问你 然后再说 那么选项R升到 上升到30度C 上升10度C要8分钟 水要8分钟 所以呢 上升10度要8分钟 上升20度就要16分钟 比比就会了嘛 想过比比就知道答案了 所以答案就选猪了 答案就选猪了 所以答案选猪 好了我们有留一个要你算的 它错的 它说液体比热1.33是错的 那请问你 看看多少 好了我已经明示你好了 你刚才已经有一个8分钟吸热了 你刚才已经有一个8分钟吸热了 有没有 就在H等于2S条塔T就可以算出来 好 就会知道 一定有个8分钟吸热 我就明示你了 好 来 大哥你做0.5你知道 8分钟 8分钟的时候液体跟水的吸热一样 刚才已经算出来吸热几卡 200卡对不对 所以呢 2S条塔T 刚才已经算出来了 那我这里没有直接引诱刚才的数字 我是写一个相等 一个叫做左边叫做水吸热 右边叫做液体吸热 那你刚才答案可以直接看进去做就没有问题了 OK 那也一样的数学你来一去就好了 答案就是0.5 这就是我们的停车站接问 把我们刚才的选项的错误答案跟成成对 就是我们的做法 可以吗 可以 OK OK 你 这样